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张志诚老师 台北股市今天最后涨了42点 当然大家今天都很关心 整个台积电的一个 下午的法说的一个状况 我其实在今天早上 我自己YouTube 有的时候盘前 不见得到每个礼拜 每一天 但是一个礼拜 大概三四天应该都有 告诉大家盘前 你要看的一些盘后的重点 我今天有特别提到 台积电的法说会的事情 所关心的朋友 其实就像我昨天说的 利多也好 就算没有利多也好 股价都已经在这个位置点 你卖在这里 跟利多之后卖在哪边 其实意思是一样 但重点是 没有到这个事情 看到结果以前 你并不是台积电 实际上内部人 有很多分析师 我之前就看到 在那边一直恐吓 一直拆 台积电法说会过后 会不会怎么样 会不会崩盘 会不会像你之前一样 什么大跌多少点 那我觉得 那就多余了 因为 讲那些内容 对于持有台积电的朋友而言 你不会在意那一点钱 因为台积电就算是真的会 表现不好会压下来的话 你也随时可以因应 所以 为什么我没有在我节目上 一直分析台积电 的一个状况 因为大家很清楚 ASML 它是因为中国那边 有些基台的因素 导致了 这个相关的 财报后面预期没有那么好 那台积电呢 是因为挥达 大家也知道 第四季还没完全大量出 Blackwell 这过去我都说过了 但是它这一季会有一个 很重要的苹果 相关的单子在出货 那苹果相关的单子 还涵盖了精彩 有多了一个 12寸晶圆测试的部分 所以台积电这一季本身 本来就一定是忘记 这本来就一定会好 只是挥达 有没有稍微多出一点点 或者是苹果多出一点 就差在这里而已 但是到了下一季 要好到报表 那就真的要看挥达了 这答案很清楚 很多投资人 有些事情 其实你在产业链上面 只要贯串 能够了解得了 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 想法问题产生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 这些事情以后 我只能说 资金要比较有能力的人 你可以 做台积电的投资 但如果你的资金能力 没有到那种 数百万 数千万以上 你要怎么投资 台积电 会赚到一个 非常有效率的概念呢 那所以 可以从台积电 相关周边的 一些机会去找寻 这才会有我之前 大家应该 上个基础对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叫我的精彩 因为有投资人 大家看了一清二楚 市场很多人 跟我在报复 一样精彩的时候 我 避开的部分 避得非常漂亮 我也没有大肆的去广告 说我避开的 那45块避得多好看 甚至到了后来精彩 我买回来 中秋 做了一趟获利 后来 我说那一趟不要算好了 精彩又打下去 打下去的时候 很多 当时跟着我在 一直讲精彩的分析师 提也不敢提了 一直到稍微反弹一点 起来以后 就告诉大家 精彩早上来了 那又什么用呢 对不对 但是我给各位看一下 今天的精彩 我可以很大声的告诉大家 各位投资人 当时在这里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了 我知道你们都看我 在这边从头到尾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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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这边 我就不说了 我说我坚持 我一定会获利 就会获利给大家看 各位投资人 就从我没有告诉大家以后 你们发现到 我坚持 我一定会获利 我真的就做到了 我怎么做到的 其实我的客户 有非常好的一个精神 有非常好的一个观念 跟我一样 老师 你说我专注两档就好 精彩 我逢低加码 近期外资连事 今天上去了 各位 今天10点09分 大家告诉我 客户给我的回馈 你觉得客户是赚钱 还赔钱的回馈 那另外一个客户 回馈高峰 掌停 感谢老师 我的客户跟我一样 都不喜欢 讲太多 太多多余的话 但我相信大家 在盘中可能都是也很忙 所以也都不 多讲太多多余的话 有给我这样的谢谢 我很开心了 真的我很开心了 但是我总觉得 有些投资朋友 你看我的节目 如果你有在 跟我们互动的话 不要怕跟我互动 我这个人常常教大家很多东西 你像你刚刚有看到 很清楚的 各位投资人 讲再多股票之前 怎么表现 然后什么低档 哪里买 怎么赚 然后有多少档 涨停板 我觉得都比不上 真的都比不上 就我客户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连精彩这样的公司 都敢拿出来告诉大家 我教我客户 怎么样做 会最适当 他的资金 各位投资人 这是我的一个多年以来 照顾客户的习惯 我知道有很多分析医师 可能你没有参加到 那一种 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 会费等级以上的 他可能不大会跟你讲过半句话 但是我对我的客户是 我只要能够帮忙到的 我只要我有时间 有余领帮忙到的 我一定都会排时间 跟我客户先沟通聊一下 不管多大多小资金 都希望他能做到好 这是我张志诚在这个行业 这么些年下来 的一个坚持 也许哪一天 我不在这个行业了 有的人会怀念 我这样的人也不一定 可是呢 我真心希望大家对我的怀念 除了古典技术以外 除了我常常报告的一些产业的 一些先进的理念以外 更要记住 我常教大家 大盘 因为到目前为止在台北股市 一个分析师 能够天天针对大盘的方向 跟你所看到的主流的角度 一直分析的人 已经很少了 这样的分析师 你们要懂得去 去支持他 去鼓励他 不要每天都只想着 股票会涨停就好了 不要每天就只想着 听一大堆 你们想听的 我知道前一阵子很多投资人很喜欢听 一堆EDF 听美债 听EDF 中国怎么样 可是呢 你们还记不记得 就从我告诉大家 美债超乎预期 你们不要把钱浪费在那上面 就从那时候我提出了什么 我提出了 美国降息过后 大盘就是会瀑瀑前进 我就直接提出来会瀑瀑前进 完全吻合 那大盘会瀑瀑前进 也就代表有很多相关 跟大盘的EDF有关系的 也就是会瀑瀑前进 会瀑瀑前进就代表 你投资瀑瀑前进东西 暂时比较没效率 可是到了10月15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是一个关键的日期 10月15是一个关键的日期 这个日期 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有些股票 在之前拉得很强的 第三季的营收全部公布的 他们可能被获利卖掉 有些股票 则在当天正式的被买起来 所以你扣除了放假那几天 我们黑马大标股 我告诉大家 每10天我们努力加10% 每10天我们努力加10% 我带给各位的公司 分析的股票没有非常多档 活断了就那几家 有涨没涨你们也知道 然后 10月之前9月底 我为什么 会特别告诉各位 你们用我这种大量抢的股票 这样做 我相信会比 你一直执着在 一定要非得要看 如何 买ETF 如何买 美债的ETF 如何买 相关中国的什么ETF 会去 会去一直想 做什么要更安全 哪又能赚钱的方式 我告诉大家 我知道许多投资人 你们现在一直在想的是 你想要投资赚钱 你想在这个台湾的股票市场 你知道他投资赚钱是可以的 可是因为股票档数比较多 操作 相对要了解 要到深入的部分比较难 所以大家一直想说 还是要投资 但我投资一些ETF 投资一些比较 市场大家都有在做的 至少不会一下子 别就赔了很多等等之类的 大家现在都有风险意识 我了解 可是呢 你在对的时间 要做对的事啊 定影 当时大盘第一时间 我说 外资要回头来的时候 绝对是买低本益比的公司 那时候我告到定影的时候 本益比 9月20 公开告诉大家 只有13倍 大量抢就是我的风格 因为我就为了证明给我 觉得精彩 云豹买不起理由的客户看 我当时证明了这个 虽然 在10天里面很快的 达成超过10%一个涨停板 我也没有 就这样停滞住 后来万海 拉起来的时候 我也告诉大家 该买要有获利 我知道新朋友冲进来 想跟我做万海的人很多 但我告诉各位 我下周才要买万海 一直到10月份 一直到10月份 系统 来了 本来我认为最波段的补票 结果短线态依然还是快速的达成 每10天可以10个百分点的一个获利 是吧 各位系统 这都是很大量的公司 再来 环宇 KY 10月14号环宇KY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们一定要非得要追那些 已经拉得高高的 人家每天一直炫 过去那些 细光子 哪些股票赚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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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实实在在的赚到超过10%或10%赚到那些钱吗 有全部提出来 那我勒 前面跟你预告 公开预告完以后 隔一天两天直接拉起来 再度达成 我说我准备重返一定成功 一定成功嘛 阳城 各位 10月14号当天 有没有 我的动作 后来阳城 市场就很多人开始哗然 因为阳城之前前一大段 我曾经连续一举做了八支掌停板 这一次可能 不见得做那么多支 但是再度达成10天 有10个百分点 那我也请拉起来以后 一两天都拉了 请新朋友敬请新的期待 我才在跟大家讲 敬请新的期待而已 各位来 隔一天16号 直接 买进市价 两成 再加码 有没有一步脚印 10% 好 再来 昨天 我又跟大家强调 很多人总觉得我波段报告的核大好像很慢很慢 慢没有什么代表你一定都买得到嘛 后来我昨天直接公开告诉各位 我看到一家核大集团当中的高峰 我念给大家听这些内容 我再念给各位 我们的研究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研究出来以后 我一样一样来告诉各位 我用比较有量公司告诉大家 其实也有一些量比较小的公司 社会我所看好的特斯拉的罗伯特西 社会我所看好的AI的一些公司 但是我为什么提都不提 其实我还有今天有个股 有些会员 有买到了 但部分买到的 我就连提都不想拿出来跟大家提 你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报告了以后 万一又喷出去了 结果我又被会员要再念了 可是我总是把量比较大的公司来告诉各位 就是希望许多投资人 你要了解 你只要产业前面了解了 我问大家 我跟大家在10月16 4510高峰报告的时候 它有喷出去吗 没有啊 那我还提醒各位 过往如果它先喷出以后 就要注意核大 来 今天10月17 高峰 机器人 今天大家都在报告机器人 聊机器人 可是我觉得聊很多机器人 如果还在聊那过去的流行的 所罗门跟某一些公司已经过去 为什么 因为那些公司在未来 机器人领先发展的角度上面 可能没那么快 还要拖一段日子 因为昨天 from 因为昨天 黄龙欺 subsidy 说得很清楚 机器人目前的主軸 是物理 线性的 先运作为主 他在AI的训练期比较短 那效果就好 所以机器人目前的主軸 是灵活的关节速度 不会发展的重点 因为他们也发现到 如果把这些灵活的发展速度 直接导入到工厂的运作当中 你不可能一下子人型机器人 就有办法你给他一个死定 AI在那边跳舞 煮蛋 做一大堆东西 不可能 现在的机器人 你就是记得 就是以前的机械手背 那些机械手背 他做了很多 变成可以多做了很多的运作的事情 而且他自己能够判断 大概知道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做什么样的力道 这是现在机器人最重要 而且是AI最能够训练到的东西 所以 高峰做的是什么 各位来 其实高峰做的就是 河大我当时说的减速齿轮的 那个齿轮片 那高峰是河大的子集团 那河大 昨天我跟大家报告的这么清楚 过往如果他高峰先喷出以后 就要注意河大 各位很巧的 河大这几天 很多人可能觉得 张老师你河大到底 特斯拉的这个罗伯特西十年来低档到底 真的有机会吗 真的机会这几天都是有量有量有量给你的时候 你看今天掌停板是扎扎实实 虽然慢了几天 我知道啦 很多人可能看了这几天 我们从十月九号一路走来系统 十四号环雨 然后马上十五号又阳城 十六号又见准 那今天又高峰 那河大暂时不要算 我今天 我才到了下午 我的助理跟我说 老师啊 你四天的时间 诶 四档个股都有亮灯涨停板 而且还扎扎实实都是大量的涨停 我才发现到原来 我们的个股 表现比我预期的十天 帮大家加十% 还要来得快很多 但是我觉得不见得每一档 都一定是这么快 我坦白讲 但是我相信 我一定会全力的去加快这个速度 那同样投资人 你要了解一个问题 如果我全力的再想要加快这个速度的话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要思考 看到我们这种大量抢的公司 抓到对的主流的时候 抓到对的方向的时候 你要在我们身边 因为这样我们在加速度的时候 你才能够第一时间 掌握到该进场的时机 掌握到该买的股票 掌握到买得够的股票以后 来上去表现 我也希望每个投资人 看了我们的节目过后 多了解多研究我们的股票 其实我们这些公司 我给大家看到的是 我所设定的目标 但是我总觉得 有一些公司可能都会比大家 所想象的以后还要更强 所以我也不见得就只是说 股票跟你有赚有获利赚完那10%就告一段落 我不会 因为我们还是很专注的 在我们选的这个公司上面去 只是会轮流 但是有达到终究是有达到 我也希望下次 许多好朋友 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客户 不管你是想给我什么样的回归 给我什么样的建议 都可以到我赚上面告诉我 我今天看到我的客户就简单的告诉我 高峰涨停感谢小师傅 他还跟我一样高峰的风 你看很急啊 打错字对不对 但是我也为客户一块开心啊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有下面符合的地方跟我们联络 等一下我讲更多更重要的内容 系统还是要跟大家报告吧 想了解更多内容的朋友 记得继续收看休息一下回来 谢谢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从9月12号当天开始 我每天在分析这个系统 一直分析到昨天 前天我跟大家强调 这个黑黑线 看了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这支股票让人家 又是不敢买的 又有可能喷出 但是我觉得我这番话 要调整一下 因为我翻到 好像 其实我很多报告的一些公司 后来大家都发现 他们都会有很特殊的一个产业的地位 当然市场上有很多的分析师 比较懒散的方法 就是直接看看电视上有谁的股票 就直接跟着拿去讲 有的时候讲 有的时候没有讲 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股票市场 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做法跟喜好 可是我今天必须要讲一句 我先提醒 系统还没下车的人 请赶快下车 当你看到受不了的时候 你就无法理性 因为我的客户是从 每一天跟着我这样一路分析 跟着看上来 当中怎么做 我相信各位 从我每一天在分析过程里面看得到 但不是我们客户的朋友 或者是你看着我的节目 或者看着我的系统的股票 然后去看看别人会不会做的 比我还更厉害的部分 我只能先提醒你 还没下车请赶快下车 因为当你受不了的时候 你就无法理性了 我能提醒大家这样的事情 现在呢 当然 今天没什么涨的公司 见准10月11号 跟大家报告低档钢转折 昨天拉涨停的时候 内容 一定要记下来 虽然今天没什么动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我的看法不会变 可是因为最近市场上的资金 你要有个习惯 为什么我会提出来 我希望每10天 能够帮我的客户 多10个百分点的获利出来 各位回想看一下 因为市场上目前 只要是主流相关的公司 说真的 你不要把这个主流相关的公司 你要想就是说 我一定非得 一定要 像3450的联军这样子 我一定要从最低点赚这么多 我一定要3081的联雅 我一定要从最低点这里 一定要赚这么多 我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有很多股票 你们看得到 不见得上了了车吃得到 因为那是个过程 真的让你买到的时候 你也会想说 奇怪那为什么当时 我不一下子500万 全部就全部买这一家就好了 有人想5000万全部买这一家就好了 那是很不幸的 有的时候有些股票 在一下子低档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可能 有那些量可以买 所以我报告大家大量强的公司 我设定 希望能够在每10天加10%的 这一条路上 我能够尽快的加速 我们所达到的一个方法跟目标 所以我们势必是一定要在大量强的公司上面 电影投共大量强 哪天休息结束了 也许又是他 也不一定 我说以后才要买万海 后来为什么我暂时没有马上去买万海 公开告诉大家 因为我已经没那个资金 因为有了系统 又有了环宇了 有买有卖嘛 你没有卖 怎么会有又办法买到阳城呢 你没有卖 阳城再涨上去的时候 如何又能够在隔一天 有资金可以买到见准呢 然后还有包含 高峰的涨停板 这些全部都是事前跟大家报告的 目前我们这十天全力努力带着大家一起 加薪水 加财富 加10%的部分 我们进度现在只有 十党里面算五党 还有后面 黑马大标股 每十天加10%的一个部分 有需要的朋友 记得直接播通话跟我们联系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本部档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实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